萬年就有參加那麼多 新大樓身高33萬 又到南頓 很多可能在騎腳踏車的那個 它就是上一樓戶 而且他們很低調 有些是7月左右 有些是184重化之後 土地增值上來 他說要你好處 獨立打拚也有記憶 經過中華文航公會 統計資料憲施 萬年每一個人平均存款 總共240萬 後上萬年有超過 集約存款的就有700幾人 也就是說每一百七十八萬年人當中 就有一個獎益的好人 共大購買禮 也是帶動這幾年來 萬年幫助一直獎監的原因 經過這幾年來的市場街路 中華萬年在去22月時 有一間在萬年樓梨端 萬年才四個月左右 10站樓的大樓 高樓購26.3倍 身高880萬 算來看車位每一倍33.5萬 計算超過不少台中市区的新大樓 甚至可以買下南頓的心安 林家家村南頓每一百二十七萬的新大樓購 園嶼本身 消費的水平就蠻高的 有一些大型的商家來到園嶼 其實那個都是一個 對商業信有幫助的 不過萬年的見識 也是帶動房價的主因 我們這邊有第一個就是園嶼的園嶼運動中心 大樓的話呢 早期大概四五年講大概十三四萬吧 現在已經十八九二十幾萬 它的需求永遠是大於它的供需 它的供應量 所以它價格一直在往上穿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